星期一 天气很冷 我不想起床 早上 妈妈给我准备了牛奶、鸡蛋和面包 我早上不饿 也没有时间吃早餐 只喝了一点牛奶 就去学校上课了 外面阴天下小雪 因为我穿得很少 所以我有点冷 但是学校离我家很近 我不想坐公共汽车 我走进教室 教室里的人不多 一些人没来上课 老师说 这几天 很多同学都生病了 大家要注意身体 上午上课的时候 我很饿 中午 学校的午餐是 鱼肉、蔬菜和米饭 我不喜欢吃鱼肉 也不喜欢吃蔬菜 我只吃了一点米饭 就和朋友们去操场打篮球了 下午 我的头有点疼 我们有一场数学考试 我们有一场数学考试 我的数学不好 考试很难 很多问题我都不会回答 放学后 我和朋友们一起回家 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唱歌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有点累 就 一个人 回家了 回到家 我 看了一会儿 电视 我觉得 非常累 还有点冷 就 就回房间 睡觉了 一个小时后 我觉得 身体 更不舒服了 就给 妈妈 打电话 妈妈 正在 上班 她 请假 回家 我们 一起坐 出租车 去 医院 医院里有 很多人 我们 等了 很久 医生说 我 感冒了 还有点 发烧 她 她 她给我 开了 一些 感冒 药 让我 多喝 热水 多休息 我 我 我 和妈妈 回到家 已经是晚上 十一点了 我 吃了药 就去 休息了 第二天 第二天 早上 起床 后 我觉得 好多了 已经 不发烧了 我 我 我 需要 在家 休息 不能 去 学校 上课 一个 一个 星期后 我的感冒 终于 好了 生病后 我才明白 健康 是最 重要的 这就是 今天的故事 谢谢 大家的 收看 我们 下个故事 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